知道错了吧 知道了 我有脾气收敛收敛 哈喽大家好 前两天刚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不知拍了一期带母书女去医院 看她身上七处伤的一个视频吗 由于小兰在视频里面 对我岳母的那个态度不是很友好 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在那个评论区下面 给我们各种留言 留言吧 有好有坏 但基本上呢 还是以教育小兰为主 说实话我在这里挺谢谢大家的 但确实也有一些评论 让人看了心里挺难受的 难受的小兰已经两天没骂我了 这是结婚七年以来 头一回这么安静 这两天这个人看评论 看得都快自闭了 看一在那趴着呢 我干啥 你不开个灯你说说 你拿个手机在路上的 哎 其实也不怪小兰心里难受 确实看到这些评论留言 我自己心里也会难受 老婆 实际上视频下面留言里面 很多朋友说的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告诉我们怎么要 要与自己的父母好好相处 我也知道错了 那天后来看到孟主席那样 心里一着急 就说了很多伤害妈妈的话 现在想让你这是蛮后悔的 老婆你看 咱妈就在那坐着呢 你要不要过去诚恳的跟她道个歉 古人说的好啊 周梭能改善莫大烟 哎呀怎么又哭上了 小兰那些都给我去品牌 走走走 过去跟妈妈说句话 去走 哎呦怎么什么事呗 怎么了 妈妈对不起 怎么了 天天你帮我看了孩子 我没谢谢你 我还骂你了 哎呀这有什么妈 什么是不是网友说你啥了 妈是这样 前两天不是发了一期待孟主女 去看病了那个视频吧 不是他视频中对你那个态度不太友好吗 好多网友都说他了 啊这不是好事吗 证明网友多爱你你知道不 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在给你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这种意见和建议 那我们刚好啊 就是证明你还有上升的空间呢 进步的空间对不对 我们知错能改就是好的表现 以后呀 对你的爷爷奶奶那方 就更加的要知道怎么样去尊重对方 知道错了吧 啊其实这个方面的不怪婷婷哈 平时我们说话都是用这种方式沟通的 比方说那天我说了那个心情过敏怪我关心 什么意思 你学好运你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哎这里是黄色的几个 几个数清楚一点哈 看清楚了 看到没有 实际上我岳母的这个说话声音 给小兰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看到没有 我觉得脾气也伸张了 还有事吗 你没有了 没有事赶紧做饭去吧 心情都饿了 哦 去做饭一吧 哈哈哈哈 妈我出去了啊 小兰你别着急跟你说两句话 哦 小兰啊 其实我听听这个性格呀 跟她的身上环境有关系的 哦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怪我这个妈妈做的不够好 所以以后呢 你呢就多帮助一下她 包容一下她 多提携她 好 让她跟你们一起进步 还有就那么多粉丝那么爱你们 你们也要好好的去做好你们的工作 还有就是对你的爸爸妈妈那一边呢也是要带着她一起去做到尽量做好一点吧 嗯 好不好 嗯 田田这种性格也是由于我的个人原因给她造成的 以前小时候吧 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我跟她的爸爸妈很早就分开了 所以她呢 就是各个亲戚家轮流这样子长大的 所以会有一种好强的性格在里面 哎 其实说到我这个当妈的也是很不合格的哈 主公说 田田她结婚生孩子 我一直都跟她制作气呢都没来 没事 所以感觉到都挺对不起她 没事 所以现在看到你们吧 包括你和她的 你和你的爸爸妈妈都对她挺好的 嗯 感觉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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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没事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我们也会好好的哈 好的 你也别生气了 啊 哎 黄祝阳 时间到了 回去学习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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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媳妇做饭的 嗯 行行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哈 你干什么 没事